人不要臉真的是天下無敵 昨天才告訴你 很多有關於BNT的內幕 結果今天陳時中、蔡英文 繼續胡說八道 昨天試圖要懶功 把功勞懶在自己身上 各位,懶功完之後要做什麼事情? 功勞是我的 那過錯是誰的呢? 當然不是我的 所以懶功完之後要開始尾過啦 心道的這一批是我們弄進來的 跟上海復興無關 跟郭台銘無關 跟德國大方無關 但是過去買不到 各位,不是我的錯啊 過去買不到千百種的理由 總而言之陳時中一句話 概括承受 叫做我不後悔 聽到這句話 你是不是拳頭都硬了 我們早就可以買到三千萬劑的BNT 如果我們真的當時買到 各位你仔細想想喔 我們如果當時真的買到三千萬劑的BNT 我告訴你台灣現在 這三千萬劑可能已經打完了 換句話說 五月還會因為 還會因為所謂三加十一 或者是阿公殿 獅子王 葡萄王 而爆發疫情嗎? 如果沒有爆發疫情 我想請問會有800多條人命的喪生嗎? 如果我們已經打了BNT 有需要去接收那一批日本送的AZ 又導致600多人無辜的丟掉性命嗎? 如果沒有爆發疫情 如果三千萬劑BNT有來 如果我們都打到身體裡面去了 染疫的人變少了 死亡的人變少了 因為疫苗不良反應而丟掉性命的人 可能也相對減少了 那我想請問 民進黨 你有需要現在搞什麼五倍勸嗎? 你有需要花8400億我們的辛苦納稅錢 來紓困我們自己嗎? 百工百業會蕭條嗎? 你會等了大半年才看得到 完命關頭9嗎? 不會 各位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雖然說我們去懷念過去 其實沒有太大意義 但你總不能夠一言以蔽之 一筆勾銷通通不關我的屁事吧 我剛剛說了這麼多 包含染疫的 包含丟了性命的 不論是因為疫情或是打疫苗 包含經濟上的衝擊 包含你生活上各種的不便 包含民進黨 胡亂花了8400億搞紓困搞振興 都只因為一件事 就是當初不讓東洋的BNT坦承 對吧? 沒錯吧? 現在來195萬 或說未來總共要來1500萬 我只能告訴各位 那個已經無法改變發生的悲劇啊 所以第一請你不要因為未來有疫苗要來 而忘了過去這段時間 民進黨給了你什麼 民進黨是怎麼對待台灣人民的 這一點很重要 台灣人太盡望了 AZ來了二十幾萬劑 莫德納明天要來多少 BNT什麼時候要來 然後過去這一大段 我們這麼辛苦被摧殘的經歷 大家就忘記了 好像沒發生過 好像這些疫苗 或者疫情重新受到控制 或者人沒死那麼多了 都要感謝民進黨 如果我是主事者各位 想起這麼多的人命 想起這麼多人的生計受到影響 我後悔莫及啊 我一定道歉 我誠摯道歉 不要說下台 有法律責任我都願意付 我是說真的 我雖然不是什麼好人 我不是什麼好人 但這一點點的道德心 我還是有的 但是沒想到 過去這麼慘烈的抗議過程 就因為BNT進不來 在陳時中的口中 他居然告訴我們 他不後悔 他一點都不後悔 當然啊 死的是陳時中的朋友嗎 死的是陳時中的家人嗎 死的人 就算他認識 他也不在乎啊 他已經打完兩劑國際疫苗了 他也不用打高端啊 他當然不需要後悔 他後悔什麼 他薪水照領啊 他有網軍撐腰啊 他有總統力挺啊 他有側翼護航啊 他到現在依舊自認為高座在神壇上 甚至有意挑戰明年大選啊 他要後悔什麼 後悔的是我們啊 後悔的是支持民進黨 或者說把票投給蔡英文的人 他不用後悔 他當然不後悔 這樣子的人 非但沒有同理心 沒有同情心 各位 真的是連做人最基本的羞恥心都沒有 更別說什麼道德了 完全沒有 好啦 你不後悔 可以 那你告訴我 請問陳時中 你為什麼不後悔 陳時中說了 第一 因為BNT在我們要談的時候 是個不知道效力的疫苗啦 啊 我不能夠冒這個險 買一個可能不會被國際認證的疫苗 沒辦法 這是他的理由之一 各位 在去年的12月中 BNT就已經獲得美國FDA的緊急授權了 我們其實到今年年初 才真正拒絕了德國購買BNT的合約 什麼叫做要買的時候 BNT效力未經認證 人家去年12月就獲得FDA的認證囉 人家去年12月底就已經是WHO認證的第一支 COVID-19疫苗了 你今年1月明明還有機會可以挽回 你不要 你的說法不公自破 你又在說謊啦 再來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按照你的說法 BNT從去年11月就進入三期試驗階段了 那個時候你都還認為BNT效力不明 我們不能買 那高端是怎麼一回事 二期試驗才剛開始 陳建仁就掛保證高端好棒棒 還沒解盲 蔡英文就出來 手臂留給高端 股價往下掉 再出來直播 我們要支持高端 後面出了多少事情 批次有問題啦 不良率太高啦 第一劑沒有效力啦 三期試驗沒有做啦 你們民進黨從上到下 怎樣幫高端背書 然後面對一個國外疫苗 人家三期試驗已經做下去了 美國FDA給他緊急授權了 WHO已經認證他是有效的COVID-19疫苗了 你告訴我 他的效力不明 我不能買 但這個高端什麼都還沒開始做 你們從上挺到下 你的邏輯是什麼 我不認為台灣的生技能力是超越美國的 是超越德國的 我不認為啊 他們做的疫苗 你都沒有信心 他們做的還更多 三期試驗 試驗人數更多 你說我沒有信心 美國 德國 我們自己做的疫苗 什麼都沒做 你信心滿滿 你是什麼邏輯啊 陳時中啊 再來還有第二個理由各位 他說我們不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所以我們不能只跟BNT買 好 那請問你跟莫德納買到貨率現在多少 你跟AZ買到貨率現在又是多少 COVAX他給你的疫苗現在到了多少 你告訴我陳時中 你好 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我們不能都壓在BNT身上 那其他你買下去了 請問到多少 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但是你是有一個 有一種雞蛋 你從來不買 有一個籃子 你從來不放雞蛋 叫做BNT 不要跟我扯那麼多 就只是因為他扯到上海復興 就這樣 瞎講胡說 好啊 我們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我們不能夠單壓在單一疫苗身上 我想請問一樣的高端 你全民進黨把我們的命壓在高端身上 你現在是在跟我講三小朋友 你這兩個理由完全無法被接受 隨便就被推翻了 拜託你 說實話 就是因為扯到上海復興 你不會送 你不要 你不要 就這麼簡單 沒有那麼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扯這些爛理由來支持你 死了那麼多人 我搞死的 但我不後悔 支撐不了的 我絕對認同沸洪太說的話 這些人全部算在你頭上 這個真的報應不是不來 只是時候未到 我沒有詛咒任何人的意思 我只告訴大家 報應不是不來 只是時候未到 事過境前 回頭望去 你應該可以放下你的心結 好好面對自己的心魔跟過去的錯誤 結果你今天接受專訪 你居然說 你一點都不後悔 然後給我扯這種爛理由 完全無法讓人接受 完全無法讓人接受 同樣 我剛剛說了 你說我們不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不能單一壓寶 然後你把我們的命壓在高端身上 各位五個了 五個人往生了 往生之後 我們的政府有任何的作為嗎 呼籲嗎 沒有 我們的政府的作為呼籲 不是要你注意 不是停止施打 不是調查原因 而是繼續騙你 今天有人叫賴清德 跟著蔡英文的屁股後面 也去打高端 同樣一個護理長 有沒有針頭我不知道 我看不到 我也不在乎 打真打假的 都無所謂 各位 各位 你有沒有看到賴清德今天的表情 他好開心喔 他覺得他做了一個好棒的示範喔 全場笑盈盈 嘻嘻哈哈 好像是一個什麼大喜的事情 要告訴全台灣人 面對記者 我跟你講那個記者也是夠白癡啦 欸 賴清德肚子餓不餓很重要嗎 你是被那些智障網紅洗腦了嗎 你這個記者啊 居然去問賴清德說 打完肚子會不會餓 你是白癡啊 你要不要問他打完是不是腹肌跑出來了 還是打完下面有沒有硬硬的 還是打完皮膚有沒有變好 有沒有變緊有沒有變紅潤 還是打完考試不是考一百分 你問了什麼爛問題呀 你應該要去問賴清德的是 副總統 現在有很多民眾對於高端有疑慮 您這樣子出來帶頭這個施打 適合嗎 或者你有什麼話想跟 打高端而促 促逝的這些死者家屬說嗎 你問他肚子餓不餓 媒體圈就是被你們這些人搞爛的啊 看到賴清德那麼開心 我當場就洗他臉了 副總統你知不知道 有五個人因為打高端而促逝 也許跟高端沒有直接關係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跟家屬說 你有沒有什麼呼籲要告訴台灣人 你去問賴清德肚子餓不餓 你記著當幾年啊 你在問什麼啊 墮落到這個程度啊 下次記得好不好 看到賴清德問他打完疫苗回家 下面有病應應的 館長說的不是我啊 館長說打完下面應應的啊 某哥哥說打完皮膚變很好啊 某網紅說打完都瘦了 腹肌更明顯了 胖的跟什麼一樣 下次問他這個問題好不好 你要是我帶來記者 我就叫你明天不要來上班了啦 問他肚子餓不餓 記者的白癡問題 賴清德還當回事回答 我吃過早餐了 就是我這樣子的媒體 去配合這樣子的政治人物跟政府 搞到台灣現在變這個樣子 我真是不懂 賴清德肚子餓不餓 關我屁事 關台灣人屁事啊 你在問什麼啊 然後賴清德的態度 壓根沒有把大家對於國產疫苗的疑慮放在心上 他只想著我要如何表演 表現 再讓更多人 看到我的表現以後去打 我已經說過了賴清德 蔡英文 你們兩個有極專業的團隊 24小時呵護著照顧著 我們沒有 你不舒服馬上有人服侍 馬上有人監控 我們沒有 你不要再仗著你有這樣的資源 去騙台灣人跟著你的屁股去打 連二期試驗都沒做完成的高端疫苗 我早就說過這件事情了 民進黨依舊顧我 我們小咖 我們廢 因為我們不會去捧著人家的大腿說 副總統會不會肚子餓 下面有沒有硬硬的 我們不會 也許那些媒體講了 你會聽吧 賴清德之外 蔡英文今天發文了 文莫呼籲大家 繼續打高端 了不起負責 讚 這就是我們的正副總統 大家看清楚 這就是除了中天之外 其他的媒體 請你們看清楚 我不懂 問賴清德肚子餓不餓 是什麼意思 真的 如果你是我帶的記者 我真的叫你們不要來上班 如果你出發前跟我報這個稿 說賴清德今天要打疫苗 你要去那個現場拍他 連線嘛 那你要問他什麼 問他肚子餓不餓 你不要去了換人 問賴清德肚子餓不餓 拜託你下次問他下面有沒有變異 好不好 拜託 請這位記者 我不知道是誰啦 男生啦 下次去問他下面有沒有變異 下面有沒有異異的 好不好 那你就是一個優秀的記者 了不起負責 好 講到蔡英文總統 各位 我們的高端到現在 五條命 有一條 蔡總統應該認識 就是這位陸姓作家 你有聽到蔡英文 發臉書 發twitter 發IG 還是說任何的話 針對高端死亡的人嗎 有嗎 沒有吧 台灣人死在他眼中不算什麼啊 但美國人死可是大事啊 所以今天克布爾機場遭到恐怖攻擊 造成了十多位的美軍上升 總統府立刻出聲明啊 看到了吧 台灣人打疫苗死了 總統叫你繼續打 美國人在阿富汗被恐怖分子炸死了 蔡總統 心疼無比啊 外交部也講話 總統府也講話 心疼啊 你到底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還是美國第58州的州長啊 台灣人死你根本不在乎 美國軍人被炸死 好像 好像是你 好像你認識人家一樣啊 你到底有完沒完啊 拜登死一條狗 美國死軍人 都比台灣人的命還有健康 生命安全來的重要啊 那你真的別做中華民國總統了 你去做美國的州長 可以嗎 更可笑的是 這個聲明裡面 他呼應了拜登的說法 拜登說什麼 我們絕對要討回來 ISIS-K 你把我等了 船船船船船船 我一定會去找你了 你把我試試看 結果蔡英文說我們要跟美國站在一起 所以現在是 我們要派兵去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派 台灣的軍人去 克布爾跟拜登站在一起嗎 什麼叫做要跟美國站在一起 你連跟我們站在一起 你都不願意的 你要跑去跟美國站在一起 那你就去入美國籍 你去美國當官嘛 不要再践踏 不要再欺負台灣人了 真的 我們聽你的話 有人去打疫苗 往生促世 不管跟疫苗有沒有關係 你身為總統 你帶頭的 你都有責任 不論是 政治責任 法律責任 良心責任 你都該出來說說話 你非但不說話 你還嘻嘻哈哈 帶著賴心得 繼續叫台灣人打高端 然後美國十幾個軍人 遠在阿富汗 你立刻發聲明 表示哀悼 還說要跟拜登站在一起 你是台灣人還是美國人啊 蔡英文啊 來朋友來賓 第一位 郭正良 廖哥 大家好 宇君 大家好 還有好久不見 賴月潛賴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還會連線這個謝龍健 好來 我們看今天的這個電視牆 封面 卡東陽 三千萬BNT 對不起 8XX 因為這個人數還繼續往上 所以我就用XX 八百多條人命 我就說 我不敢說全部啦 我不敢說BNT 假如進來大家打完 就不會有人染疫死亡 應該還是會 但不會那麼多 拍謝 我認同貝鴻太講的 全部算你陳時中頭上 但拍謝喔 儘管如此 外界這樣子的踏伐 陳時中依舊說 他沒有做錯事情 他不後悔 他不後悔沒讓BNT 早點進台灣 他不後悔 因為沒有疫苗可以打 造成台灣 經濟跟人命上的巨大損失 他完全不後悔 這就是陳時中 再來 高端無死 現在 有沒有氣打 我不知道啦 陳時中說 還好啊 17萬變5萬 看起來很正常 沒有還打槽 那你就等著看 出現氣打槽吧 等著吧 來 現在還要再採100萬 說年底還是什麼 月底還有100萬 到底誰要打 都已經這樣子 怕個半死 沒人要打 你還繼續慘 什麼意思呢 我也不曉得 再來 民眾很害怕 希望可以停打 我們沒有不打 停一下 研究一下 是不是年齡層的關係 換個年齡層施打 甚至別的國家 換個性別施打 但蔡總統說 對不起喔 你們如果再叫停打的話 通通是政治算計 對 我們關心我們的生命 我們害怕 我們緊張 我們擔心 所以我們希望 可不可以停一下 大家可以想打 可以繼續打 但稍微停一下 結果總統說 你們這些人 怕死 政治算計 我們先請這個亮哥針對陳時中 我不後悔 他說他不後悔 他當然要這樣講啊 這有什麼事情 他可以道歉啊 不可能道歉 怎麼可能道歉 他可以把話講得好聽一點啊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這死鴨子嘴硬隊 他有什麼好處呢 死鴨子嘴硬隊 他到底有什麼好處 你如果承認你的錯誤 你現在就下台了 因為疫苗政策現在就是碰到困境嘛 你可以看高端嘛 高端昨天只有四萬八千人打 又比前天更少 前天五萬九嘛 所以算到昨天總共累計是四十萬人 那今天是二十七嘛 二七 二八 二九 就三天還要再累計嘛 所以搞不好加一加 他只有五十萬人打 搞不好六十一萬都打不完 打不完啊 不是六十一萬 八十六萬 八十六萬 你只打到五十萬就卡住了 這個就證明這是一個失敗的疫苗嘛 這個全世界怎麼看都是失敗的疫苗 五十萬人打等於不到三個Percent 我們三個Percent就要六十九萬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完全失敗的疫苗嘛 所以他知道他的疫苗已經失敗了嘛 他再去承認說 我當初沒有買東洋是錯的 那完了殺頭大罪 那就下台了啦 他怎麼能承認呢 所以那個債產百萬劑都沒有意義了啦 因為我跟你講啊 現在只剩下什麼 只剩下高端 你一定要讓人家打第二輪嘛 因為他打一輪沒用啊 對 一定還要打兩輪 是啊 那打兩輪下次是9月27嘛 9月27會有新人來打嗎 不可能啊 一定都是打第二針啊 所以這個遊戲就過了你知道吧 因為那個時候國際疫苗已經一堆都進來了嘛 對不對 我們那個BNT兩輪搞不好都已經到了 對不對 那再加上AZ莫德納 我認為到9月27的時候國際疫苗 到台灣的可能超過五百萬 所以誰要打高端啊 有可能 對不對 只有那些打過一輪的 被迫還要再打一針高端 就是你們這些阿呆 因為他們不能混打嘛 對 所以我跟你講啦 就是9月27之後 高端你買了五百萬嘛 結果全部只打了一百萬 打兩針啊 對 Game over 結束了 剩下怎麼辦 我們花錢了呢 一記881塊 我不信啊 你錢已經付了 現在只是說 他要不要交你貨啦 現在就很尷尬嘛 搞不好巴拉粿也不要咧 海地也不要咧 有可能 是嘛 因為你去想嘛 人家也要國際認證的疫苗啊 對不對 你連越南列出六支 他核准的疫苗也沒有包括高端啊 人家連越南都這樣 那巴拉粿為什麼要用 所以我的意思 到時候這個就是 可能就作廢了 就丟了啦 作廢就丟了 因為他有期限 這是嚴重的事情 他有期限 沒有這個也沒有什麼怪 因為他就是採購第一單 就是五百萬劑 現在重點是 只是很丟臉而已 重點是明年五百萬 那個預算你敢列嗎 前面買的五百萬劑打不完 你明年敢列預算 我不知道嘛 因為他當初是講一千萬嘛 那現在就整個都亂掉了 因為聯亞也沒過對不對 那你如果高端就是這樣的成績嘛 因為多少人來打就是你的成績啦 這個怎麼變都沒有用的啦 你說再多的1450 或者今天賴清德去打都沒有用啦 真的 李賴清德今天去打嘛 結果今天的人數就是明顯 比昨天還要少 如果我去打可能還比較有用 就沒什麼用啦 沒有啦 你可能 我不會啦 我不會放心 你可能你這一組的人 被迫跟著你去打嘛 那所以 那些年輕的朋友就很可憐這樣 反正就是 李賴清德今天去打也沒有用啦 因為今天 臺灣沒有人救的啦 高端了啦 沒有人救了啦 高端已經沒救了 那還要再三百萬 這是什麼意思 你明天下午兩點要開放登記BNT耶 我跟你保證到處電腦都當機 一定爆炸 是嘛 那這個圖顯什麼 你那個高端登記了半天的意願 那那個直打高端的最後只有19萬 19萬人 對不對 那你就看著明天下午兩點BNT 多少人來登記嘛 然後再看看多少人從高端轉到BNT去 不高端已經結束了啦 不能轉單喔 不是嘛 你那一輪就是第六輪就結束了嘛 已經沒有了嘛 所以 你去想一想就是他 他等於是很尷尬就是9月27 還要再弄個一個禮拜 讓這些人來打第二陣 來打第二輪 對 還包含蔡總統喔 那你這個不是浪費我們其他人的時間嗎 你等於是 讓我們其他人在那個禮拜 變成空窗耶 對 減少了我們人口覆蓋率的增加 是 對不對 就只為了要讓他打第二針 對 對不對 對 必然如此嘛 你必須要空一整個禮拜 甚至更多時間 像現在打了高端的人來打第二針 那就完全浪費那個時間了 因為他一定要打啊 不然無效嘛 事實上我坦白講 你打了第二針 我還不知道有沒有效咧 他只有說到了第57天 綜合抗體有662 到底有沒有擺護力也沒人知道啊 對 所以這種疫苗不會有人再打了啦 所以基本上已經失敗了啦 那我只是現在先預言告訴你 後面就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啊 那那個時間越近 他就越難堪嘛 所以他怎麼可能今天就跟你講 哎呀對不起我以前錯了 而且他今天還說謊耶 他說我BND那個時候就想說 哎呀三千萬太多了啦 我們的冷鏈不夠 這個都是胡說八道 那現在冷鏈怎麼夠了 對喔 冷鏈你只要發包就有 那現在一千五百萬怎麼突然就夠了 對 那都是胡說八道 然後他就說 哎呀所以我就想喔 我就跟他講五百到一千萬啊 那最後請問你提多少 兩百萬 兩百萬 對 連這個都說謊嘛 對 結果他只提兩百 所以我跟你講在場的記者 因為他那個記者會 永遠都不讓人家追問嘛 其實還是可以耶你知道嗎 因為我看比如說TVBS 有些記者跟女記者 他們還是會追問喔 還是會追一下 我跟你講我如果在現場 他就不知道躲到哪裡去 廢話 從頭到尾都說謊嘛 對 怎麼我就想說 我跟他談五百或一千啊 放屁 然後說我為了要分散風險 你要分散風險 全壓高端叫分散風險 拜託好不好 什麼分散風險 亮哥完全講到重點 不要你去啊 我去就好了 我跟你講 如果我去兩點記者會 大概兩點半開放提問 我跟你講問到現在我還在問 媽你通通不要回家 飯都不要吃 我問到現在我還可以繼續問 我可以開放中間你休息十分鐘 但是不准離開 你坐在那裡 我陪你 我問到現在 我真的問到你哭著回家 問到你懷疑人生啊 問到讓你無地自容啊 問到讓你下跪道歉啊 鞠躬謝罪 不要欠負我怕血 真的 太糟了你 金時中 來 謝謝亮哥 我們往下看 看下一張 來 黨東洋採過BNT 陳時中說我不後悔 廢話 亮哥講的我也同意 他當然不能說他後悔 更何況他要後悔什麼 你們才要不是你們 他們才要後悔啊 你們投的啊 你們捧出來的啊 你們把他捧到捧得這麼高 捧得這麼高 他當然可以驕傲的告訴你 在當時那個情況之下 我做的事情都是對的 甚至他有可能已經有點 精神錯亂到 他真以為當時他做的是對的 我們可能誤會他了你知道嗎 他不是講幹話 他講真心話 因為他覺得當時我是神 所以我做什麼都是對的 你們不可以質疑我 所以我不後悔 這是一個邏輯 第二個邏輯他後悔什麼 死又不是死他 是他的朋友家人嗎 我忘記啊 我忘記啊 可能有啊 但他也不在乎啊 死是死你們啊 人家是大官 人家有人保護 有人照顧 你有嗎 你沒有嘛 他幹嘛後悔 是你們要後悔啊 是你們選出來的 是你們把他捧上神壇的 陳時中不用後悔 臺灣人要後悔 我們要後悔 拍謝 我也不用後悔 因為我也沒 壓根也沒投給他 我從第一天看到他 我就開始罵他 罵到現在 我不用後悔啊 817後悔嗎 昨天不是這個 這個水果日報還做民調 說什麼八十八點四的人 還是支持高端 要打高端 快去 人咧 死到哪裡去 十一萬 十七萬 十一萬 五萬九 四萬八 人咧 不是八十七趴的人 要打高端 不是九十九點三趴的人 要打高端 不是九十三趴打高端 不是八十八點四支持高端 去哪裡了 趕快去 你們沒有資格後悔 投給他的 支持他的 選高端的 你們也沒有資格後悔 通通口去打 兵哥說你們都去打 BNT 我們就可以打了 對 趕快去打 然後今天還有這個 這個我看文章 說這個賴星德不應該打高端 說賴星德應該打BNT 真的不要這樣 賴星德如果你打BNT的話 我一輩子看不起你 你就是給我吞高端 如果打第三劑 你第三劑也給我打高端 賴星德應該打BNT 有事嗎 好來 主持人問陳時中 會不會後悔當時擋住了東洋的BNT 導致後續的疫情爆發 人命的損失 經濟的這個衰退 陳時中說 你問我後不後悔 我的答案是 我 不後悔 另外他提到 來 第一 他說那個時候 誰也不知道會成功 也不知道誰會成功 誰是誰 誰就是 BNT 我不知道BNT會不會成功啊 那個時候BNT 如果是現在的BNT 我就會考慮 那個時候如果我知道 你是這種人的話 你媽就不要把你生出來 那個時候的BNT 如果是現在的BNT 我覺得還要你考慮啊 我跟你講啊 美國去年12月通過的第一個EUA就是BNT 對 媽媽他在鬼扯什麼 對 兩個我待會下面有時序 我告訴你陳時中有多混蛋 還在亂講話 加上當時政策很明確要分散投資 那時刻沒有人知道BNT疫苗會不會成功 只是從學理的報告上來看 認為這款疫苗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我就不要 讓我請問你分散投資 為什麼AZ買1000萬 欸 是 為什麼 沒有 為什麼買了還沒到 我跟你講 我們就是 韭菜鄉民你知道 每天被割你知道嗎 你什麼都沒有啦 關於這個所謂 分散投資 或者是呢 BNT到底當時有沒有問題 我們後面我會把時間去拆給你看 我會讓陳時中 你跟著 這無地自容 另外他舉了 他舉了個例子 我跟你講這例子 你聽到也真的 噴噴 我告訴你 他說 我們先看著好了 我們那個 有影片對不對 不長嘛 來我們來看一下陳時中 講的這段話 來 疫苗你會不會有遺憾 那你問我後悔不後悔 我其實不後悔 不後悔 不後悔 那先前的決策 為什麼有所謂回避 復必泰這種 名稱的這個決策呢 我們在訂購東西一樣嘛 我今天訂購一件西裝 那我當然希望說 我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標籤怎麼樣 但那個合約都會寫得很清楚 但今天我今天剛好 冬天懶來了 沒有衣服穿 有一件棉袄來了 我當然也是要 是 吃了八百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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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 才發現 冬天沒有衣服穿 我想這不是 大家要的 他覺得他很有趣 政府的職責是在冬天來的時候 要把人民放在溫暖的屋子裡面 不要讓人民挨餓受動 而不是在雪地裡面到處找棉袄穿啊 陳時中你的邏輯對不對啊 你的邏輯有沒有通啊 來 他說 這是現貨 現貨就不能要求別人改標 就提到剛剛那個爛例子 就像呢 你要訂做西裝 想穿什麼規格都可以先講 要袖扣啦 這個長度都哪裡啦 袖寬多少啦等等 肩膀腰圍要不要收胸 要不要束腰 都可以選 但是 冬天來啦 你等不了那個訂做的西裝啦 所以就趕快看到棉袄 就拿起來穿啦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跟BNT 買的疫苗 不急的話 我們可以等 這個標籤不能有 那個英文不能放 可是現在 很緊張啊 隨便隨便 冰鴨屋 有得穿 雖然不是訂做的 但勉強可以拿起來 就先穿了 第一個 我說了 你根本不應該 在冬天的時候 把台灣人民丟在外面 挨餓受動 第二個 這個冬天是怎麼來的 是你創造的 如果有這個BNT疫苗 進台灣 我們還會有防疫的冬天嗎 我們會有疫苗的寒冬嗎 不會嘛 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用這種爛比喻 然後柯文哲就嗆了 死了800多個人 才發現冬天美衣服穿 這些都是不必要的損失 老師 陳時中的話 我們還要不要再去 好好的去思考他 其實他不夠這個格啦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檔次 是要我們去好好的 去想陳時中的話 我們就負責羞辱他就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人的話 說得很不誠實 如果他今天沒有後悔 他就不會 他就會繼續去擋BNT進台灣 他今天為什麼不再擋 不再盡全力的擋 因為他後悔了 因為後悔了 老師說得好 因為這個邏輯就很簡單 就是說民進黨不但是陳時中 民進黨的上上下下 他們全部都後悔了 因為他們當初只為了 那一家綠標的公司 然後卻把整黨都拖下去了 因為民進黨現在是 整個黨的民調支持度很低 蔡英文很低 蘇登昌很低 陳時中很低 全部都低 低到不行 台灣的 這個是綠引民調自己做出來的 台灣的年輕人 現在對於蔡英文 對於民進黨很有意見 而且是已經從民進黨中玻璃出來了 雖然他們還沒有投給 沒有轉向支持國民黨 但是他很有可能會對民眾黨吸收 那這些人會壯大民眾黨的影響力跟聲勢 這個對民進黨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艱難 尤其是明年的選舉快來了 明年的選舉 民眾黨相當有可能就很有掌握 所以對民進黨來講 其實他們很多人都已經很後悔 也就是說當初不應該這麼全力去擋這個BNT 然後只為了圖利那一家 跟他們很有關係的那一家公司 好 那現在的整個都下來 所以他的行為告訴你我後悔了 可是他嘴巴會告訴你說我不後悔 那是嘴巴 他的嘴硬就對了啦 對 就是嘴很硬 但是我覺得我們聽起來就很煩 就說就很煩 因為他所說的理由都不成理由 剛剛講冷鏈的問題 正量已經講得很明白 人家賣給你當然包括冷鏈 我怎麼可能說我賣一個 零下70度的這個疫苗給你的時候 然後我說冷鏈你自己解決 他再怎麼樣他會把你處理到好 技術上也會給你支援 設備也會給你進來 沒錯 一定要確定我的東西 打到身上的時候是安全的 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是很簡單的邏輯 所以大家都知道 那陳時中說的話 那就是謊話嘛 我為什麼會說 憑他很煩 因為第一個 他沒有說誠實話 第二個 他說改標 他說那個 你應該按照我量身訂做 你去麥當勞下訂單 你說我今天要什麼雞塊幾塊 幾塊幾塊幾塊 你可以這樣下 但是你說我今天要把麥當勞的 罵格換掉 你看他換不換 怎麼可能我跟你 我一件衣服賣給你 我商標換掉 那就不是我的衣服了 我可以根據你的要求 我尺寸 我怎麼去修 袖子弄短一點 但是對不起 我的商標絕對不會改 因為那是我的商標 所以他又再說謊了 這個又很不合邏輯 第三個他說 當時還沒有成功啊 我怎麼知道他會成功 輝瑞這個藥廠不是小藥廠 我們再強調 美國輝瑞不是一個小藥廠 它是一個大藥廠 大藥廠是什麼意思 它裡面有非常多的專家 而且它牽涉到這麼龐大的 經濟的利益 因為它有可能虧損啊 這麼大的國際藥廠 美國藥廠 它有可能虧損 可是它為什麼要炸下去 買這個BNT 就是要投資下去 就是因為它的評估是會成功 成功的機率一定高於失敗的機率 而且成功機率很大 可以給它大發力士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就代表說 這樣的一個在商業考量 它一定考量它是成功 有可能它是成功的 對 它是成功的 即使的 你如果要投資 你會有可能 你會有可能 是有經濟能力的 我們有這麼強大的經濟能力 我們卻不肯多買 這不是有鬼嗎 好 所以才會造成 我們今天在冬天的時候 而且還不是冬天 不是冬天竟然沒有 一般的衣服可以穿 不用講棉袍了 就連一般的衣服 都沒得穿的時候 才會在不是冬天的時候 凍死人嘛 說得好 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會氣 就是因為 800多人是白死的嘛 因為所有的證據都告訴你 而且是科學證據 說打了BNT 打了疫苗下去以後 基本上死亡率會降低 很低很低 幾乎沒有人死亡 重症率會降低很多 所以感染還是會有 但是重症率會很低 死亡率會低 死亡率會很低 而且是極低 你想想看 那是不是那800位 我們的同胞 他是不是白死 真的 他的白死就是因為你 陳時中 你其實坦白說 蔡英文在這個時候 應該要介入 因為我們都看到 全世界各國 在這個疫情是全台灣蔓延 在全世界蔓延的時候 全世界各國的領袖 就是他的總統 或是他的總理 他們是直接介入了 當然 因為他不可能 我今天還丟給我的衛生部部長來管 不會 如果沒有行政院院長的 就是沒有總理的 那一定是總統直接出面 如果有總理的 也就是像德國 那一定是德國總理直接出面 所以你會看強森 德國的總理 法國的總統 美國的總統 其實都知道是最高元首 直接介入 韓國總統都親自介入的 日本也是安倍晉三 所以一定是一個國家最高的政治領袖 他直接介入所有的疫苗跟防疫的問題 可是我們的台灣 蔡英文躲在第二線 疫苗缺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他不問不問 不堪一聲 還是老師會不會有可能 陳時中這麼做都是他指示的 我不曉得啊 所以我才會說 陳時中你肚子還有什麼鬼 你就直接跟我們講 你就直接告訴我們到底怎麼一回事 那還有我一直要問的地方就在於 你蔡英文為什麼都不介入 你看一年多以來 他不介入這件事情 他不介入我們的疫苗問題 我們應該要打疫苗的 人家的總統 人家的像菅義偉都打電話過去 給拜登要求要疫苗 之前不是講說蔡英文半夜不睡覺 都在打電話 不曉得到哪裡去啊 打給誰啊 所以人家都在 也就是說 因為這是一個人命關天的事 人命關天的事 當然是最高的政治領袖 直接主導一切事情 尤其是疫苗 好 那我們 我們卻疫苗的問題 蔡英文不講話 蘇貞昌不講話 就是陳時中 你陳時中這麼大的能耐 你自己就決定台灣不要疫苗 自己就決定 我們要生產高端 自己就決定 台灣的疫苗的空窗期 有這麼的長 然後草菅人命 讓我們的這麼多人死好 現在的高端一打 五個人了 五個人不好好去調查 他的死因跟疫苗有沒有連結 間接的也要喔 不是直接間接其實都要喔 一定要非常仔細謹慎的調查完了以後 如果有趕快修改疫苗 如果沒有就是說真的是沒有關係 再繼續施打 所以為什麼疫苗專家都告訴你說 停 停 看 你先暫停 然後檢查 然後聽各專家的意見 評估 然後看情況怎麼樣 再繼續啟動 再決定要不要繼續 這個是一個負責任的 而且在乎我們人民的生命 在乎我們的人民 特別是 我這邊還是在提醒蔡英文 提醒蘇貞昌 陳時中 去打高端的是 最挺你的那群人 你不要不在乎他們的生死 因為他們如果按照正常講 他們還在打第二劑 如果打第二劑再有死人呢 我再強調 他是最挺你的 最挺你高端的 最挺你陳時中 退你蔡英文的 這一些幾十萬的人 這一些人已經有五個人死了 那你們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 珍惜他們的生命 那就應該要停下來 而且把問題簡潔出來 才能夠確定說 我可不可以給你打第二劑 沒有任何證明有效啊 對 沒有辦法證明有效 那他又不能打別人 那怎麼辦啊 可是他死了啊 只好打第二劑啊 一個頭皮打第二劑啊 不然怎麼辦啊 可是你知道有一些針 有一些年輕人 他打第一劑的時候 沒有很大的副作用 有些人是打第二劑 莫德納奇第二劑的作用會比較大 有些人是第一劑的時候 很有副作用 他打第二劑就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情況不一樣 好 可是我們要問的是 高端在第一劑的時候 有五個人死亡 那這個就應該要好好的 重視這件事情 然後等到查清楚以後 再考慮應該怎麼做嘛 這個代表你在乎這些人的生命 我再強調 去打高端的真的 要不就是很無奈 迫於無奈 他沒有得選擇 一部分是這個 對 要不就是他真的是 挺你挺到底的 真心挺到底的 那麻煩你真心挺到底的人 你就珍惜他的生命 不要讓他在第二針的時候 出狀況嘛 這叫做真心幻覺情 佑正我把那三個疫苗的 時間點告訴你 你就知道他說謊到什麼程度 2020年11月就是 林泉去接觸 那個東洋去接觸 BNT的時候 輝瑞已經賣給美國1億 歐盟3億 2020年11月就已經確定 這兩個交易了 然後12月2號 英國批准EUA 就是輝瑞BNT 12月18號 批准莫德納EUA 是在後面喔 12月30號 批准AZ的EUA 所以BNT都是最早的 對 莫德納是 然後接下來是AZ 結果你先訂AZ1000萬 莫德納訂505萬 然後說BNT 因為當時 我們不知道效率好不好 所以我們不下訂 說謊大王 亮哥這個資料才厲害 而且那個數據 你看看那個數字 是他先下訂單 然後政府才給EUA 因為你都要搶貨嘛 你要搶在人家前面嘛 你記不記得當時 當時那個誰 高端 我們說幹嘛那麼急 不等他做完再買喔 哎呀我們要搶啊 這個高端很搶手 我們要這個EUA沒過 你就先下訂單 你還下了1000萬劑耶 500萬劑合約 開口再500萬 你當時人家 那二期還在做耶 你就告訴我說 哎呀搶疫苗 一定是這樣 國際都是這樣 我記得很清楚 陳時中你講耶 你說就是要這樣搶 然後還要貴一點 人家才要留給台灣 不然人家國際搶手 怎樣都怎樣 結果現在放台灣 沒人要 我們的國際搶手 來叫別人趕快來收 所以亮哥的資料 就已經告訴你 告訴我很清楚了 所以東陽是很有眼光的 對 東陽是很有眼光的 人家看到美國 跟歐盟在搶買輝瑞 對 真的是很有眼光 那個地方 周綺 秋津 而且 那裡面 COMM pour 阿翅 阿翔 rebo 一 嘴